中國醫保目錄內的藥品逐年減少 大陸民眾就醫可報銷的藥物種類隨之下降 最近網上流傳一份 2020年7月1日調整為醫保不支付藥品的清單 顯示有900多種藥品 被剔除在可報銷的醫保目錄外 其中包括普通消炎頭包膠囊、感冒零膠囊 抗菌藥注射用、甲黃酸、怕豬殺腥等知名品牌 那些都是處方藥 都是需要在醫院裡面才搞得定的 才買得到的 那些藥已經被踢出了醫保的清單了 裡面有些藥也就是一般的抗生素啊那種 很多也就是常規用藥 其實不是那種甲類醫保 也算是乙類醫保 甲類藥品屬於治療必須用的低價藥 可全額納入報銷範圍 而乙類藥品則是可治療選擇使用 比甲類價格稍高的藥 可按一定比例報銷 患者去醫院就醫時 如果需要用藥不在醫保目錄中 他們就面臨換藥或是自費問題 大陸一家醫院的藥劑師張宇表示 每年醫保目錄藥品有進有出 優化藥品結構是合理做法 如果只出不進 就值得警惕 有慢性病患者向大陸媒體表示 他常去醫院開降血脂的藥物 但醫生近日告訴他說 醫保沒錢了 只能報銷便宜的仿製藥 不能再開原來的原鹽藥 今年以來 面對新一輪疫情 中共推行常態化核酸政策 甚至要求在大城市建立步行15分鐘的核酸採樣圈 大陸券商華創證券的宏觀研究團隊測算 疫情至今 中國核酸檢測費用高達3000億元人民幣 今年前四個月花費1500億 而常態化核酸費用70%至95%由醫保報銷 在巨額醫保基金被用於核酸檢測引發民眾 廣泛擔憂醫療保障的壓力下 中共國家醫保局5月26號下令 常態化核酸檢測費用將由各地方政府承擔 不再走醫保 其實你應該來說 它的繳交金額也是在減少 還有人口老齡化 年輕人的繳交數量減少的原因 6月初 中共國家醫保局等四部委還發布通知稱 對中國醫保基金倒查兩年半 包括基金使用內部管理情況 違規收取核酸檢測費用等 從開始核酸檢測和強制疫苗到現在 表面上是免費 實際上是醫保在買單 網上說消耗醫保資金1.5到2萬億 所以近期才有了縮小藥品報銷範圍的舉動 這符合邏輯 醫保被掏空是事實 掏空之後的後果 絕對不會是中共承擔 而是全民承擔 網絡上 對於大批藥品停止醫保報銷 也是怨聲一片 有網友留言 不理解 從醫保抽出大量資金 浪費在沒有效用的中程藥和無序的核酸檢測上 這麼多基礎藥品卻被迫停止報銷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國際公共衛生專家 黃延忠在推特上表示 2020年 中國約28%的醫療支出 也就是2萬億人民幣是自費 如果把計畫用於一二線城市 常規核酸檢測的費用用作醫保 足以實現中國全民免費醫療